另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三说,在中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他期待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争议也会有更大的谈判空间。请看一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发生一个月的僵持。这些岛屿菲律宾称为帕纳塔格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会对谈判持更合理、更开放的态度。 在中国,领导人换届之际会有一定压力。我们希望这些中国国内的压力会在换届之后有所减轻,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谈判空间,可以讨论更合理的条款,而少一些极端民主主义情绪。 菲律宾内政部长罗哈斯9月份曾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晤。阿基诺说,与中方的谈判有所改善,但是远远不如在双方在斯卡伯勒浅滩陈附近发生对峙之前的气氛。 阿基诺强调,菲律宾希望多边合作解决岛屿主权争端,而不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双边谈判。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